日本有家网红餐厅,拒绝中国人入内,由头粉歌表现很好,赤俗投诉到大使馆,国强就不怕外邦乃提,老板只能乖乖投降。 彭丽媛说,他们后来为了表示,对中国文化的尊重,撤下标语挂上了门绳,大家猜猜是什么门绳,左是小熊维迷,又是忐忑大炮,想不到吧,镇协除惠那是更刚的,这是一个大商机啊,让义务老板大量引发,这样的门绳想,倒卖给日本。 中国的经济,还怕活不过来,李强马上给我落实好,我不想再看,越南人的脸色。